好,那我们现在知道怎么解这个SVM问题了 实际上我们也知道 如果我们要非线性的 那很简单 我们就把我们的X转成Z就好了 所以我们这边是特别用一个Z的写法 来告诉大家说 如果我们在Z空间里面做SVM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回头再来讲一讲 有没有一些理论上的保证 或者理论上的解释 告诉我们为什么SVM这样的模型可以做得好 我们之间应该要一个简单的解释说 如果我们考虑有这些测量误差的话 看起来我们找出来这个比较胖的分隔线 是可以抵挡比较多的测量误差的 好,又或者我们可以把它跟一个 我们已经知道的工具做连结 你如果看上面这个式子的话 你会发现 我们以前在讲一个工具 讲Regularization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做什么事 我们说我们想要把一应做得越小越好 一应做得越小越好的时候 可是我们又怕只有把一应做得越小越好 好像可能会overfit等等 所以我们就在我们的W上面 加上了长度的条件 说我们不希望你用到所有的W 我们只说这个小区域的W你才可以用 这是Regularization做的事情 你如果看以上那个式子的话 很有趣的事情是 留两件事情的角色对调 我们在最小化的是什么 我们在最小化的是W的长度 W的平方W的长度 然后呢 但是我们呢 这个条件者是什么 现在的条件是 我们要把所有的圈圈跟叉叉分开 当然我们实际上用更严格的条件 不但要分开 那个最小的Y乘上分数 还要刚刚好等于E 所以它跟Regularization 其实做的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最小化的跟条件 做了一点点交换 但实际上就是想要把两件事情 都考虑进去 好 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解释说 SPM做的是什么事情 它其实就是一种Regularization 只是我们Regularization的解释 是来自于我们想要那个胖胖的边界 或者我们想要能够抵抗一些 测量误差的这样的边界 好 另外一种解释是什么 另外一种解释 我们则要回到说 我们之前到VC的时候 VC那个想法说什么呢 说我想要看看我的线 到底能够产生多少 圈圈叉叉的排列组合 好 那在我们探讨这件事情之前 我们就来探讨说 如果我今天找的是胖的线 我今天真的很喜欢胖的线 好 想象说 这个我要教伴侣 OK 然后呢 我的伴侣呢 我喜欢他越胖越好 我就说 我是一个演算法 我想要找出越胖的伴侣越好 所以如果今天资料拿来 我能够找到一个很胖的伴侣 我能够找到一条很胖的线的话 我说好好好 就是你了 如果资料拿来 我找不到很胖的伴侣 就说 不要 我宁可单身一辈子 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演算法的话 我们也可以来讨论 如果是这样的演算法 他在某一组特定的资料上 他到底能够找出多少圈圈跟叉叉的排列组合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看 如果你今天不计较胖瘦 胖的好 瘦的也没关系 就像PLA一样 那么我今天在平面上 我给你三个点的时候 我们之前说过 所有圈圈叉叉叉的排列组合 你通通可以做得出来 对不对 例如说 这条线做出了圈圈圈 这条线做出了圈圈叉叉 这条线也做出了另外一种圈圈叉 所以八种情形 当然考虑对称性等等 我们这边只画了四种 八种情形 你通通可以用 不在乎胖瘦的演算法做出来 如果你今天很在乎胖瘦 你说我的线 一定至少要有1.126这么胖 太瘦的我不收 那么你就有可能没有办法 做出所有圈圈叉叉的排列组合 比如说你说 这个圈圈圈 我能不能找出1.126那么胖的线 可以 这边有一条1.126那么胖的线 它能够做出圈圈圈这种 可是如果是像右边这个情形 右边这个情形 它的圈圈跟叉叉之间的距离 都已经比1.126或1.122倍来得小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说我的线一定要1.126那么胖 抱歉 做不到 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线 能够做出两个这样的圈圈 一个这样的叉叉 没有那么胖的线 所以呢 在这八种情形里面 你就不见得八种都能够做得到 你不在乎胖瘦的话 八种圈圈叉叉叉的情形都做得到 你在乎胖瘦的话 八种圈圈叉叉叉叉叉 你不见得做得到 大家记得我们之前 在对VC做推导的时候 我们说你能够做出几种情形 最终最终 会告诉我们说 你的VC dimension是多少 等等你的复杂度是多少 你能够做出来的情形越少 我们说你的dichotomy越少 那么你的这个复杂度就越低 所以如果你能够做出情形越少 你的VC dimension 这边用个括号 因为它不是真正VC dimension的推导 但是你还想象说 它有效的VC dimension就越低 有效运达越低的话 我们的e-in跟e-out 可能就会比较接近 我们之前叫做 better generalization 所以你坚持胖的线 你心中加一些条件 好像是有好处的 好 那我们继续推演一下 什么叫做 能够做出来情形比较少 你的VC dimension就比较小呢 好 我们考虑 我们刚才那个演算法 那个喜欢胖子的演算法 喜欢胖的线的演算法 我们来算它的VC dimension 你说老师不对啊 我们之前教的VC dimension 都是一堆hypothesis 然后看它能够做出多少圈 你今天怎么要说 演算法的VC dimension 好 没有错 演算法的VC dimension 我们没有很严格的定义 或者说 今天这个演算法的VC dimension 实际上 因为我们的演算法 还要算说 它在意的胖瘦 在我们的资料上面 做得到做不到 所以它跟我们的资料 跟你实际上拿到资料是什么 有关 这跟VC那时候 做的事情不一样 VC说 我们跟资料没有关系 我们看胖子 看胖子就知道 它复杂度多少 不管是什么资料 我们看那个最坏的状况 好 所以理论上 这部分的推导 需要多花一些细节的力气 那我们这边不讲 我们只讲概念 概念上是说 如果我们要在乎一个 演算法的VC dimension 我们就看看 这个演算法 最多最多 可以shatter 多少个点 shatter是什么 shatter是产生所有 全全跟叉叉排列组合 好 那我们要怎么算 这个VC dimension呢 我们来看看 如果我今天在平面上 有一个单位圆 这单位圆上面 有三个点 好 我们已经知道 这三个点 如果你不在乎胖瘦 像perceptron 一般的perceptron一样 你可以做出 全全叉叉叉 所有排列组合 所以你的VC dimension 就会是3 好 如果你今天说 我就是很喜欢胖子 我的平面 至少至少 要二二分之 根号三那么胖 我现在说 如果是这个圆里面的任意三个点的话 你一定做不到 所有八种情形都产生出来 你一定没有办法 shatter三个点 为什么 因为你今天是这个圆里面的三个点 这圆里面三个点 一定至少有两个点 它之间的距离会比根号三还要小 如果他们两个之间的距离比根号三还要小的话 你说我要放一个平面在中间 一个叫做圈圈 一个叫做叉叉 然后这条线又至少要二分之根号三那么胖 有没有可能 没有可能 对不对 两个距离已经比根号三还要小 然后你说 我要放一个在中间 然后放一个在中间的时候 我还要很胖很胖 要至少二分之根号三那么胖 没有可能 所以这代表说 如果你的Row 你要的这个胖瘦的程度 够大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就任何的三个点 你都没有办法shatter 也就是说 你的VC dimension 应该要会小于三才对 好 如果你去看比较正式的证明的话 你会得到这样的结果 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只喜欢胖子的演算法 你如果去用类似方法算他的VC dimension的话 你会发现 它跟两个事情有关 一个是我的资料 位在哪 哪样的空间里面 像我们刚才里面 你是一个单位圆 OK 那如果说你今天圆比较大一点的话 当然你可能就可以容许 比较比较胖的平面的出现 那你今天挤在一个里面的时候 那你的平面就不能太胖 太胖的话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把事情通过分开 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是 你想要的这个胖瘦的程度是怎么样子 好 那这个试试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试试告诉我们说 透过设定你喜欢的胖瘦的条件 你能够得到的VC dimension 真的能够比原来的D加1来的小 D加1是什么 D加1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是我们原来Perceptron Learning Algorithm 里面的Perceptron 那些Perceptron的VC Dimension 所以就得到了多一个控制复杂度的方式 如果你喜欢胖子 喜欢胖子的话 你的学习的复杂度就可以得到控制 所以这是SBM这样的方法的一个理论的解释 好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说 有了这些理论的解释以后 我们就来看看 在以前我们讲这个Machine Learning的时候 我们有讲到说 我们一开始为什么使用Hyperplane 使用Perceptron这类 因为我们喜欢它的数量没有很多 有效的数量没有很多 所以它VC的边界不太大 我们可以控制它的复杂度等等等等 然后呢 不过我们后来讲说 可是太简单的平面 可能我们没有办法事情做好 所以呢 我们想要比较复杂的边界 这复杂边界可以透过做Future Transform来达到 那我们这次讲了一个新的概念说 Large Margin OK 也就是说我要胖的 要胖的话 我的数量就可以更少一些 好 不要太多有好处 不要太多 因为VC单元就比较小 我们可以控制Generation等等等等的 那么Future有好处 因为我的因应可以比较小 所以对VC帮助来说 等于是我们在想办法 把两项要做得好 但是原来我们只能做一项 一个是Not Many 一个是Sophisticated 任何一种方法 好像只能做一项 现在我们有这个Large Margin的概念之后 我们可能可以做什么 我们如果把Large Margin跟Transform合起来做的话 我们可以做到事情是 好 从这个Many降下来 所以原来是变成Fewer 那现在就变成不太多 但是透过Transform 我们还是可以得到复杂的Boundary 那这就是我们之后会讲到SVM这样模型的好处 我们有一个新的控制复杂度的方法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更尽情的采用各式各样不同的特征转换 好 那最后再给大家一个练习 说我们有这个Arow 喜欢胖子的这个演算法 喜欢胖子的演算法 请大家把这些数字带进去看一看 看看你能够得到的VC Dimension的上限到底是多少 那大家带进去之后 我希望大家会得到正确的答案是2 这个2告诉我们说 所以我今天明明在1126个维度里面 但如果我再或者是胖子的话 我的VC Dimension只有17这么小而已 好 所以在这些讲里面 我们跟大家讲过了Linear线性的这个Support Vector Machine 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先介绍这个课程 介绍完课程以后 我们说我们的出发点是想要找那个比较胖的 那他可能可以对付这些测量的错误 然后我们把问题formulate起来以后 发现我们要开始简化它 算一算距离啊 然后这个把一些条件做一些简化动作 变成一个标准的问题 这个标准问题的长相 是我要minimize W 的这个长度 然后有一些些条件在那边 然后呢 再来有这个问题之后 我们送到QP 就是二次规划的程式里面 去想办法解决它 所以我们有一个完整的方法以后 回头来看这方法背后的理论保证是什么 基本上是我们Regularize 我们减少了Dichotomy的数量 我们让有效的VC Dimension变少了 然后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得更好 好那在下一讲 我们就要开始从这里出发 我们刚才提到过说 如果我们把这样的这个复杂度的控制 配合上非线性的转换 会有一些些好处 那我们下一讲就要配合非线性的转换 看看我们可以做到一些什么事情 那欢迎大家下一次回来 谢谢 感谢 感谢